很大路的 那一百毛上市 恭喜他 又是目測 其實一百毛現在已經沒什麼人看 但問題是 那些坐在辦公室 有權有勢 甚至是商業以上的人 很脫節 那一百毛的風吹了兩年 吹到現在才吹到他們那裏 那他們還以為 一開始就看不起 因為不知人家做什麼 以為人家的製作這麼差 就以為人家很流 但後來當一泡沫 很多贊助的時候 和很多大客人的時候 他們的製作水平相應都提高了很多 那些 很離地的 那些中層 是現在才知道一百毛的威力 但是在一般 他原本的受眾 就是比較年輕一些 和比較追上潮流的人 現在都覺得一百毛很交的了 包括我 那他們 就是這樣 其實 我認為如果上市 就應該去年上市的 但只不過 決定 買不買他 和有興趣的人 可能談多談一年 所以我覺得 以他 能夠 draw到一些客戶去 做廣告的能力 他絕對是有資格上市的 我覺得 只不過品味就不要說了 在我這個製作的角度 我覺得他真的挺垃圾的 但不要緊 這個時代 喜歡吃垃圾 只不過 我那個時代 不知道垃圾的營養 是什麼 可能有些新的營養 或者現在 一些新的 新的 意義 那我 這對老坑 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呢 他上市是 我覺得 遲早的事 反正我覺得 他起交聽